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谢长廷推荐谢长廷 就是意思就是谢长廷直接跟蔡英文说 我想要当大法官啊 那么9月呢4位大法官任期就会届满了 那今年呢新任的这些大法官里头呢 驻日大使谢长廷是适合的人选 就他的基金会所提出来的 那执政当局应该把谢大使纳入大法官的人选 让他能够发挥专长为国效力 哇这下子还得了啊 好那么呢这个吴钊燮呢被问到的时候就说呢 为什么问到他呢 因为谢长廷现在不是应该在日本吗 做驻日代表吗 是很重要的位置耶 可是呢听说他偷偷跑回来 在为自己的下一个仕途铺路啊 在这边努力的在瞧啊 有这回事吗 可以这样子散离职守 而外交部长不知道吗 然后外交部长呢 这个吴钊燮就说 没有讨论到是否要换掉驻日代表 所以呢没有要换谢长廷啊 谢长廷干嘛急着找工作呢 人家不是怕你换他啊 人家是怕你们被换掉 人家是怕蔡英文被换掉 赖清德选不上 所以谢长廷当不当大法官 吴钊燮说跟他无关啊 那绿营人士就说了 绿营人士哦 请看清楚哦 所以谢长廷要 那苏贞昌也可以要了哦 大法官人选把政治人物列入考论 恐怕社会观感不佳 这个一定不是歇息的才会讲这样的话 不过讲的也不错啊 因为如果谢长廷可以的话 那苏贞昌当然可以 他们两个资历差不多嘛 都是当过律师啊 都当过立法委员这样 也都当过县市首长 都当过行政院长啊 那谢长廷可以 苏贞昌可以 还有一个人比他们两个更够格 就叫做陈水扁 还当过总统了耶 干脆让陈水扁当大法官好了 自己解释自己的案件太好 不就好了吗 所以你看这个谢长廷吃相 也太难看了吧 好 不止谢长廷吃相难看 要帮自己找一个长期饭票 根本不顾什么大法官的 这个崇高神圣的地位 那另外呢 今天又被爆料说 苏贞昌申报财产 好像是故意漏报呢 还是真的忘记了呢 因为呢 他呢在民国106年的时候 他没有申报 可他当时事实上呢 就有投资这个韶光电影公司啦 那么呢 到这个111年的时候 忽然想起来了 怎么回事呢 这中间他投资了100万 而另外100万就是他老公啊 就他们自己 自己这个 老公自己办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啦 那么苏贞昌的解释是说 当时申报的时候 忘记了 没有注意 后来因为选举激烈工房啊 所以就忘记了 那么忘记了选举激烈工房之后呢 赶快把自己所有的资料拿出来 审视一番啊 免得被别人抓到这个漏洞嘛 才发现说 哎呀漏报漏报了 他才依规定去补申报 简单讲就是忘记了啦 好 就被质疑说 忘记这么多年吗 那么一个投资100万 算是很小条的一条钱就对了啦 所以对他来讲就好像陈明文 有没有 300万丢在这个高铁上面 他也忘记了 他也不在乎 好 那但是呢 大家就去看 他这个公司的地点啦 结果呢 居然跟苏贞昌的基金会 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南京东路二段 还有呢 这跟苏巧纯 就是苏贞昌的另外一个女儿 所办的这个公关公司 这个设计公司 这三个公司 都是同地址 同电话 根本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啦 那么呢 这个苏巧纯的公司啊 曾经还引起很大的争议 什么呢 就是因为苏贞昌 曾经公开说 他呢 在这个任内 他女儿 苏巧纯也发誓 说在苏贞昌 当院长的任内 绝对不会接任何的公标案 结果居然传出来 他们事实上是 透过一手之后 转报的方式 还是接案了 结果在立法院 被执询的时候 苏贞昌 更是建设 当时就去说 李维如果是要自己担心 我不会输你啦 可是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呢 也没有给大家 一个满意的答复 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个苏巧纯的 他的一个财产申报呢 又引起了新的争议 好 所以民进党 是不是又回到以前 抢资源 抢位子的时候呢 明明九合一大选之后 不是还很低调收敛吗 难道是现在 民调触底反弹了 开始又回到 这故丑态富盟了 这个谢长廷啊 搞台独又媚日的争议 是一堆的 尤其他又是前民进党 党主席 政治色彩如此的鲜明 如果他都可以当大法官 那刚才提到 像是苏贞昌 还有甚至蔡英文啊 那些人之后 是不是都能够 当大法官的 每一个人呢 都基金会都可以去推荐 只要有基金会的话 好 那像苏贞昌啊 的超越基金会啊 是不是也可以推荐 一样当过律师的苏贞昌 来当大法官 大法官看起来 难道会变成民进党退辅会吗 好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你被推荐一定 就是会被选任 问题是 让本应该角色 是中立的大法官人选 让带有政治光谱的谢长廷 来讨论 这个范围里面 难道民进党都不会担心 会被社会观感所质疑吗 怎么会 没有这么一点 道德底线呢 惠文 对这个我们主持人 这样子称赞大法官 我是抗议 什么叫做大法官地位崇高 大法官什么中立 这个主持人 你对大法官 这个太推崇了 我们的大法官不是这样子 大家电视跟电影看太多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说 我是赞成谢长廷 去当大法官的 你一定会觉得谢长廷很怪 谢长廷政治性格这么鲜明 这个意识形态这么的明显 这样子不适合 对不对 对 刚刚郑立文文讲都对 那我问你 有四个大法官的协认 还有十一个 另外十一个有比谢长廷好吗 我就问你 你们都 另外十一个 我跟你讲 另外十一个也很怪 跟谢长廷半斤八两 不然蔡总统怎么会那个呢 怎么会那些 那些人就已经 特别 我这边点名台大法律系的那些人 我们现在的司法院 郑立文是台大法律系的 我们对视不对人 很多啊 陈水扁 对不对 马英九 蔡英文 高嘉宇 这些都是台大法律系的 好人不多 就是说你这些人 他们现在的司法院长 就是他们硬拱出来的 在2016年就是硬生生的 把谢文丁跟那个尼玛拉下来 很恶劣 这个事项很难看 关他们问题是什么 谢长廷敢要 蔡总统敢给啊 敢要什么了不起 他敢给在民进党权力护皇之下 谁说不会过 对不对 大法官举荐小组 那个是假的 真正勾的人是蔡总统在勾啦 因为赖清德为了避嫌 赖清德说我不要去当 最后决定还不是蔡总统 因为那个提名本来就是总统的权力 举荐小组是走一个过场嘛 最后决定还是总统决定 如果今天蔡总统 这个谢长廷 这个很帮忙 你说旅游书谢 这四大天王 最挺蔡总统的 其实是谢长廷 苏贞昌跟游习坤 是最后才投降的 吕秀莲这到现在打死不投降 所以我是最近配这个吕夫 可是谢长廷他很早就投降 你说那个朱日代表 本来那个 这个什么新加坡巴拉玛 都有要派 吕秀莲跟苏贞昌他们去 是他们不要 对不对 当初他们要 拼他们当资政 游习坤也不要 这个苏贞昌也不要 刘虚贞昌也不要 所以我跟你讲 对蔡总统一路走来 最挺他的是谢长廷 所以谢长廷如果真的敢要给 我是不意外 我跟大家补充个笑话 当我的结论 今天有人讲说 那个台南地县处 警察长请辞 哇这个什么 什么南霸天什么的 你们真的不要笑死人 我跟你讲 办台南这些案子 根本轮不到他决定 你以为这种案子 是一个检察长能决定的 那你对司法太外行了 我举个例子 当我的结论 观众们你注意看 国民党澎湖的议长被收押 国民党云林的议长 被收押 我请问你 民进党台南的议长 不用收押还可以出国 为什么 因为我是民进党的 你觉得合理吗 正副议长的会选案 我们看了二十几年 正副议长会选 我们帮忙买票的被收押 正副议长交保 这怎么会合理呢 对不对 正副议长是当事人 是他们获利的 对不对 邱弟弟讲什么 我这次要跟黑面拼 黑面拼 另外一个不要讲名字 人家是大哥 你也好了 结果 正副议长交保 其他的罗罗被收押 这个哪有案子这样 我刚刚讲的 国民党的两个议长 通通被关起来了 关到现在 这个司法假如就绿了 所以你不要 那个大法官 我们要严格的 各位观众 不要浪费这个力气的 除非明年政党轮替 不然你要去看 主持人你要看说 这个是蔡总统 对他后蔡英文时代 如果不信赖清德 没有接棒成功的话 他布局不好 大法官任期是八年 八年 不是一任是八年 对不对 那我八年 就算你明年 是侯友宜当选的 你也不能换大法官 对不对 侯友宜当总统 西洋廷当大法官 这多和谐的场面 对不对 所以蔡总统 已经把他的后路 都铺好了 这些司法的暗装 未来会起作用的 好不好 布局非常的缜密 是让民进党 2016年完全执政以来 行政立法都已经一把抓了 所以这一回 谢长廷要出任大法官 如果未来真的出任的话 大家说仿佛 好像是陈局要出任监察院长的 2.0版本 2020监察院换届之后 监委全部都是由蔡英文提名的 监院也全部都绿化了 所以如今大法官 蔡政府又要搞审件小组 说是要替国家发掘人才 结果呢 却来了一个谢长廷 好 刚才说到 媒日争议何其多 先前施明德还直指谢长廷 说他就是料北阿 是调查局的谢明 网友开玩笑说 如果谢长廷 真的是当大法官的话 以后是不是审案要先问宋七里呢 我们要请教大千 难道呢 连国家司法都能够政治分章吗 我们真的不愿意这么说 连大法官啊 民进党派系 现在也都想要染指分一杯羹吗 其实刚才燕迪跟辉文 对于大法官的描述都没有错 那我先讲辉文的论述 在台湾的确是正确的 就是台湾的大法官 因为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变成了民进党当权者的英权 变成了仇庸的工具 那么变成了当权者 对于未来的布局的这个 一些退路 所以当然台湾的大法官 现阶段至少 台湾人民本来就已经不知道 大法官要干嘛了 然后再看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人选 对于大法官心中 当然所有的敬意都荡然无存 这个所以刚才辉文的这个描述 非常贴近台湾的现实 那燕迪刚才讲的是 正确的在这个宪法国家里头 大法官应该扮演的角色 就是过去我们在读宪法的时候 就会讲到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 不是国家元首 不是首相 而是大法官 因为大法官关系到 这个国家宪法的解释 跟制定相关的方向 我只要请大家注意一个例子就好了 当川普在即将卸任之前 共和党掌握到了 美国大法官这个提名的机会 他立刻补提上了 亲共和党立场的 这个几个大法官的人选 最后造成了什么结果 最后造成的就是 前两年各位看到的 美国的这个大法官 针对几个重大议案的判决 做出了跟以往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解释 导致了美国天下大乱 大法官的权力大不大 在正常的民主宪政国家里 大法官的权力就这么大 所以现在民进党在做得很简单 除了蔡英文在为他的退路 做铺陈之外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他当然也希望 大法官都提名成为立场 这个意识形态 跟他一致雷同的人 那么将来对于宪法的解释 将来对于很多重大议题 这个要做视线争论的时候 民进党就可以稳稳地控制住司法院了 就像刚才慧文讲的 大法官提名是任其保障的 政党轮替要多少次才能把他轮下来 这次你给他提上了这一批 他一当就当两次的政党轮替了 比总统还久 对 所以过去国民党执政时代 国民党对于大法官人选的提名 是非常谨慎的 国民党提名大法官 不是看这个大法官 跟我的交情好不好 不是看他的颜色 四蓝四绿立场 四统四土 我们是看这个大法官 在法学素养上 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 大法官的角色跟地位是很崇高的 所以在国民党执政时代 我们所提名出来的大法官 大部分都是像台大法学院院长 这些或者是过去在宪法 这个理论里头 很杰出的一些 这些专业的学者 那你知道民进党执政时代 你看到他提出来什么样的人选 刚才慧文讲了 一堆稀奇古怪 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人选 都搞不太清楚 就好像台湾今天法界已经没有人了 就剩下这些人了 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大法官的表现 跟对于大法官 未来所会做的 视线的一些相关决定 我们就要高度的警觉了 所以今天 民进党如果打算 蔡英文借着自己即将下台之前 再做一次布局 就蔡英文做第二个川普 那么将会为台湾未来 埋下了一个 绝对非常严重 不可知的一个重大变数了 休息一下 那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